後面有一題啊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先看一下那個 我們在325這一題 待會如果有時間同學啊 可以try一下 這邊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可以刪掉 這個是示意圖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第一條G欄的資料 這資料怎麼來的 從B欄裡面有沒有發現 這個搬到這裡 入職時間 這個搬到這裡 這個搬到這裡 這個到這裡 那就是一個 等於是其實這個簡單講起來是 藍邊一籃 輸出示籃 OK 第一個 第二個呢 輸出過去前面有一些人會名稱 冒號 要把它刪掉 所以兩個重點 如何把搬籃轉示籃 第二個問題 如何把前面的人會名稱呢 把它刪掉 這個當然不是叫流化鏈鋼 我想很多人應該看到這個一定只能發鏈鋼 因為他不會用 index 函數 如果你不會用 index 函數 這一題 你寫不出來的 OK 那怎麼做啦 先看有沒有辦法 你說用V乱數怎麼可以 V乱數是查的 可是查什麼 沒有 lookout value 例子都查的 所以這一題沒有辦法用V乱數 能不能用lookout 也沒辦法 所以只能用 index 你想說用 也可以的 offset也可以 後面我們要講 所以很多地方這種 比如你的來源 藍跟 就是你要搬移的位置的藍 藍數不一樣 那你可以說最好的策略還是用 index 這樣用VBA 不過 這個都很難 一個高級的VBA 哪簡單呢 其實都不簡單了 你會的時候其實也不算難啦 如果你可以把難的東西 變對你來說很簡單 那你就去業了 對不對 如果難的對你來說非常難 那你可能有很多時間 那老闆希望看到這個 他會想 對你說都是一碟小菜的 那當然 這是最好的 OK 所以這個體力的調 空的啦 大家自己可以想想看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題更難 三二六 這邊有個下拉清單對不對 一班二班三班 有沒有看到 這邊是不是有 左邊一樣來源資料 他沒有一班二 我一班到三班 那如果說今天他下拉清單的時候 搬 那把這邊裡面一班 全幫我搬到這邊 下拉清單二班 把二班搬過來 三班搬過來 這個其實有點像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像那個 年度裡面的月份報表 一到十二月 然後下拉之後自動把 每那個月的報表自動帶過來 也可以啦 只是說 這個地方這一題 那又更難了 這個難度指數應該已經破表了 所以 沒有 我們按部就班 這怎麼難呢 還是就是 有點像是 一步一步的就可以拔的問題 那需求應該看到啦 只是說如何做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做 你只能土法煉綱的啦 不然 可是土法煉綱 怎麼可能慢慢每天都在那邊 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所以呢 你需要用一些對的方法 可以把一個問題就很快解決掉 那我們先來看Index 那Index函數呢 其實它能夠 所以就剛剛這個 這一個函數 Index裡面的話呢 它這個 Index 那 插入函數的時候呢 當然你使用 解釋與參照裡面 可以看到Index這個函數 按確定 直接按確定 還有兩個參數啦 我們用第一個好了 它需要有三個參數 那其實這三個參數分別是 一 範圍 意思是說 有點像你的資料表在哪裡啦 其實Index 它比較像資料庫的 所謂的查詢的一個函數 一個table 你table在哪裡啦 它的問題是array 其實array在概念上 比較像是那個資料表 好 那我跟它講說 不包含藍位名稱的範圍在這裡 當然你選的過程當中 一定有 兩個訊息 一個是列跟一個是藍 所以呢 它會問你 接下來後面兩個問題是 那請問一下 這個範圍之內呢 你要的是哪一列 那我要的是 哪一列啊 其實就是 這個範圍裡面的第五列 不過第五列你會發現 剛好呢 我們查詢的編號 它的順序剛好是一二三四五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個五有沒有 放到列的訊息算 所以我就 roll number 我就是上面這個 column是哪一個column呢 一二 所以是第二欄 這個範圍裡面的第幾欄 二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就把劉宏君 把這個先選一堆 把它置中 OK 所以他會幫你 幫你把那個 什麼訊息呢 就是 那個姓名的那部分 抓過來 一樣啊 其實跟 所以特別的index 三個 三個一個是範圍 一個是哪一列 一個是哪一欄 就三個範圍 所以你只要給他這三個訊息 他就會給你對的資料 幫你搬過來的意思 好 那底下的話 如果說要向下填滿OK的話 其實只要把什麼呢 第二欄有沒有 改成什麼呢 一樣roll 減掉多少呢 因為我現在是第四欄 減掉 2 那記得把 A3 E10 鎖起來 打勾 然後 向下填滿 H也要選 H58 H3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就直接向下填滿 其他的欄的資料 也帶過來 OK 所以基本 基本上index 也不算困難 反正應該知道邏輯啦 哪個範圍裡面的哪一欄 哪一列哪一欄 OK 那再來的話 offset offset offset的話呢 就是顧名思義嘛 偏移 也就是說你要以哪一個為基準 向下或向右幾格 他幫你把那一格 儲存格的資料抓過來 OK 所以他會問你幾個問題 所以我們來看 插入函數 offset O開頭這個 偏移函數 那你會發現 他一打開的話 offset有五個 這算是比較多的 我特別注意 後面兩個 這個是 height 跟width 這個寬跟高 其實你可以不需要 因為 除非說你需要變更 不然的話 你可以先空下來 那reference 第一個指的是 你要以哪一個當基準 那我基本上是以哪一個當基準呢 比如說我今天以A2當基準 以編號當基準 以編號當基準 如果 第二個問題是 Rows Rows 他問你說 你要向下的話是列 向下起列 Color是向右幾欄 OK 所以就是有點像 offset有點像移動 他會移動 那比如說我要抓的是 我要抓什麼 抓的是A2 從A2開始 那我要向下幾列呢 因為我是005 所以我就向下12345 抓到他 這樣子 有沒有 所以其實Rows 一樣可以把編號的訊息 放在Rows 就是告訴他說我向下5 那向右多少呢 有沒有 姓名嘛 向右1嘛 OK 所以我就向右1 按個確定 有沒有 劉宏君又抓回來了 那一樣 如果說我今天想要向下填滿的話 那你會發現 主要的就是這個1 因為我向右1是姓名 向右2總銷量 向右3 走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